一股浓郁的中国乡土风 掺杂着当下短视频平台的火爆元素 就扑面而来 你躲都躲不开 但是就像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但是她脸上涂了五厘米厚的粉 她在去表演的时候 还能是生动和灵动的吗 因为她批评的点 这个切入点我也不是那么认同 她说这个是一个表演 当然是一个表演 我们是演员 我们就是有台本 我们有歌词 我们是歌手 我们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剧本 那身为一个观众 我们愿意去用我们的想象 进入你的世界 我们去相信里面的东西都是真的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 一种享受 一种幸福 就是享受你的表演 所以你们 你们是艺术家 我们愿意对你们的表演买单 OK 几位老师依然说得非常有礼貌 其实他们忽略了一点 我并不是说 演唱是 不带表演的 我只是说 他在这个扮演过程中 他失掉了很多生动的内容 他是不真实的 他是一个 他想象出来 他自己以为出来的一个撒丁丁 我不知道丁老师 对我是不是特别了解 如果你可以这样讲的话 除非是你从小看我长大 那可能你会觉得 他怎么变了 他明明是那样 我24小时跟他在一起 也可能你对我的音乐方式 印象太过于深刻 那么这里也谢谢您 因为我知道您关注我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言 如果不关注的话 你肯定不知道 那就是他咯 对吗 所以谢谢丁老师 不客气 我喜欢的就是发现特别一些完全不同的自己 这就是我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表演 我其实满意的 是这样我想再多说一句 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大家习惯了 互相客气 互相礼貌 我知道在这个舞台上提出 一些不同的意见 其实不是一件讨好的事情 但是我依然希望 那些优秀的音乐人们 能够用最有音乐性 最生动 最真实的方式去表达 对不起丁老师 我觉得这有点道德绑架 这样子的看法 对吧 张绍涵老师 这个不是道德 我觉得他就是啊 你如果希望别人接受你的想法的话 那你也得接受别人的看法 当然 旁人太多的声音了 其实我们都不是在教他做他自己 他就是他自己 在这个舞台上 做道德绑架太容易了 张老师 你在这一刻 也在做一种道德绑架 我只是提出来 他的这种表演型 是在我看来是不够好的 当然我们这是 我只是提出我的个人观点 对吗 是的 今天我们还不能 所有的人称萨丁领是艺术家 音乐家 但是他内心 如果他就是想成为艺术家呢 我们还是要允许 那些想成为艺术家的人 去成为艺术家 我们可以尝试一次 失败一次 尝试十次 失败十次 没有人想做艺术作品 没有人敢说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音乐艺术家 所以鼎鼎你要加油 你好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贷放海挂我余盖迷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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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我迷人 爱情我热情投身 爱死我消防 爱死我却很乖张 要我没你 还要我贪恋着迷 愿我百岁 无忧 还愿我徒有 泪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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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听起来来讲你们唱的真是没有什么优势 对还比较差 然后 娃娃呢很帅态度也非常有 但是作为一个嘻哈歌手 呃 仅仅帅就足够了嘛 那嘻哈听的是什么 是你的音色音质你的flow 当然还有你的歌词 你的歌词 表达了些什么呢 就是我最棒你们谁在我面前都不行 这样一个 一个虚妄的姿态 歌词很空洞的 我认真看了你那些歌词 面对我再厉害也败倒 做女生饶舌代表 当然我非常理解这种姿态啊 我最强一种姿态 但是从文本上体现出来的话 这样的一个大白话 毫无失忆的一个表达 我真的觉得 呃 不能称其为一个优秀rapper的代表 对 那么 呃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 呃 你对这个嘻哈 就是这一块是特别了解了 对吧 这是个反问啊 哇 对 对你的回应非常帅 这是这是非常多的rapper的一个应有的一个态度 啊面对质疑我要给你diss回去 非常非常帅 我这不是diss 是请教 听过一些 听过 所以其实你现在纠结的东西是在我的词上面是吗 呃 不仅仅是词还有你的音色和音质嘛 都还挺一般的 可是我的音色就是在我说 就是我唱的时候 大家一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是vava 对不对 但是从听觉上来讲 包括你的歌词包括你的flow 其实都太简单了 那老师现在你可以给我示范一下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难一点的flow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不起我不会 那你不会你再教我做做事吗 这是这是教你 那你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些词和你的这个flow是好的吗 来咱们读一下啊 我跟时间在赛跑已经脱离那个菜鸟 还有谁在乱叫不开玩笑 面对我再厉害也败倒 这是这是好的东西吗 这怎么了 我 我 这是我应该 等一下 等一下老师 好每个人都想发言我们一一给大家的机会啊 这是我应该要就是 如果我有很多时间去写的话 我肯定能比这个写得更好啊 但是 你是认为他写得不好吗 没有并没有 我我刚才说了 我说我已经觉得很不错了 三二一 叮 好 Wonder One 结束了啊 结束了 我今天晚上会睡不着觉的 不是我特别想在那边有一个那个杆 我觉得这是两个时代的代沟 我觉得这就是双方都没有错 每个人对音乐的看法 对音乐的理解 都有自个的见解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后那个丁老师就是我刚才想跟你说的就是 除了这个歌以外还有很多歌 就其他歌的歌词我觉得我写得很好 比如Life Struggle 对 这样子的歌 然后大家也非常的有共鸣 所以我觉得只针对这个歌词的话 我就觉得还是矮了 高进的声音一出来 就觉得 哇 好土啊 这个土呢 首先是 年代感太重了 其次是高进的声音 高进的声音 其实是 90年代甚至更早的一些唱法 然后我觉得高进作为一个80后的一个音乐人 啊 音乐审美观怎么可以 因为每个人的音乐 是从他生长的土壤和雪里长出来的 就像我是生活在东北 你让我唱南方二人比我唱不了 我18岁以前都在那生活 就像我也不能逼着您说 您的口评 您的巧舌入皇没问题 我非得比你长得很帅一样 这个没法共识 今天有一位台上的嘉宾 还因为长相上了热搜呢 但是这个不妨碍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音乐才华的制作人和歌手 老师那我反问你一句 什么样的音乐是洋气的 什么样的是土的 您给我一个标准 你一定听过 一人我饮酒醉对不对 我听过 您说 那在做音乐的人听来 那种喊麦可能是土的 台上云端有一位音乐人 他佳学渊源也有广泛的受众 就是力宏 所以如果把力宏的音乐 和一人我饮酒醉 做一个对比的话 其实即便没有学过音乐 大家也能知道 哪个是音乐性更高的 那老师这样我可以 我可以跟您交流一下吗 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风格都有 力宏老师生活在洛杉矶 生活在美国 我从小生活在东北農村 我想问一下 如果没有学过音乐 如果从小生活在那个地方 是不是没有资格做音乐 如果没有接触过音乐教育 是不是不能写歌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他来自奇奇哈尔 然后呢他从小听着二人传长大 然后他后来做了一个自己的乐队 你说的是二手玫瑰吗 二手玫瑰 他们把那种来自土地的土 和摇滚乐的那个一些灵魂的东西 结合得非常巧妙 既扎根于东北大地 又让人广泛传唱传播 人们还觉得音乐性怎么那么好 我觉得你吃亏在 吃亏在 你有些局限住自己的想象力和眼光了 如果说 你能够打破一些成见 这个成见是对自己的成见 你如果能够打破一些对自己的成见 把 老师我听您说吧 好吗 我听您说 大家觉得是说 好 那你如果 你应该做一个更有live world 我很喜欢燕炳老师 很喜欢说我风大哥 很喜欢丽黄老师的音乐 但是我说句实话 整个音乐圈里 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做到那样 不是脑子里不想 他们达不到 但是他们也有资格做音乐 那么我希望在整个行业里 我再呼吁一下 有很多还不如我的人呢 大家没有机会上舞台 就是因为太苛刻的环境了 没为了我 我为了你 功夫混乱追梦里 更加你熟 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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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是一把杀入的刀 那个时候我们还笑 总以为一切为身上造 一转身已经面目苍老 时光时光离别跑 还没来得及抱一抱 当我们学会哭着笑 耳边闯起了那首歌谣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一辈子 一生情不悲咎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 我要了 请你呀 比你还要好 我要了 请你呀 比你还要好 先一杯酒 像一首老歌 那些熟悉的歌 想想有谁还会记得 盘缠却不大人模样 现在想想时光如梢 风雨依旧却不通众 我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还有伤还有痛 还有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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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伤有伤 还有伤有粉 Raspberry B 还有我 不管你在哪里 想念你 祝福你 祝福你